早晨,各位又是我五個 看我youtube頻道的人都知道 我這個youtube頻道開來都是為了挑戰自己試試 計這個挑戰自己做所謂youtuber之後 既然都叫做上了軌道 其他東西就慢慢改善 我會每天這樣學新東西改善這個youtube頻道 會做到最好盡量 做完這個呢 我就有一個叫做大計劃 是挑戰自己另一件事 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就是日本語能歷史 可能你們會覺得很無遺 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對我來說都有點意義 先說回我的歷史 其實我考過日本語能歷史 亦都經過過的 是第四級 為什麼是第四級呢? 如果認識日文的人都知道 其實現在已經轉了五級 就是N1 最低級是N5 N4,N3,N2,N1 其實我學的時候 就是這樣分四級 是2009年之後 就轉了五級 就是N5到N1 你看到這裡都知道我什麼年紀 其實我都很多年前學的 應該都有20年 要這樣計算 當時學就是最流行的日劇時候 Nove Generation 那時候是從龍子 牧村托斎的那個年代 那時候 因為這樣就學日文 一鼓勁就走去學 去Persona學 那時候學校 不知道有沒有 現在 那時候學其實都幾沉悶下 但他CG很好 他全部都是日本女士教的 正宗日文 所以上課全部都是日文對答的 他就懂很多廣東話 什麼都是靠日文這樣教的 所以聽和講 都幾正統的日文 也都試過上那些工聯會那些 不過那些就已經是一些 日本留學生香港人這樣教 性在夠便宜的 Persona學了幾年 記憶中 所以都叫做考到 當時的最低級 就是那個第四級 那時候都覺得 很厲害的 考第四級 但是 因為之後都沒有什麼 應用 你知道學完日文之後 工作上又不會用到日文 靠聽日劇 都是聽一點 所以去到現在這一刻的水平 差不多全部都給了老師 所以我想滴起心肝 既然幾喜歡 因為我都很喜歡日本 大家都知道 不如就試試挑戰自己 那我就看一下 看看他的要求是怎樣 現在 原來都不簡單 N5 N4 我不會想 一上我就N3 N2 或者N1 但是 N2 我標準是上N2 N2 對於漢字文化圈 那就是我們這些中國人 都要學 1150個小時 那1150個小時 我計一計 其實就 我當每日 學 那半小時 那星期六日 又學兩個小時 那一個星期 就學12個小時 要堅持下去 所以這個項目應該不是容易成功 但是我都挺有興趣 這樣學下去 因為說真的 日文的東西 如果不學 就永遠都是只有幾句 我都叫做 懂一點點 但來來去只有幾個生字 數一下數字 好像 如果去到日本 如果說到流利的日文 對答到 我覺得會好些 又說回經歷 上一次 去大阪 跟同學同學去大阪的時候 那些類似 是很過癮的 他是圍著爐 這樣燒烤給我們吃 你點完的菜 就馬上燒給你 那廚師 就圍著爐 好像人家燒的食物 但是一群人都圍著 食物很棒 然後我們幾個朋友 坐在一邊 另一邊 就是一群 上一年多的 應該是 放工後的 應該是 阿叔 可以叫他們 他們很熱情 又鬧我們聊天 我又用一些不咸不淡 跟他們溝通 其實都是 都是 爭套完 聽得很差 就是這樣 適合小小 句子裏面 一兩個單字 基本上 就不算溝通到 靠單字串聯句子 我覺得就 不太好 所以我都希望 今次這個目標 N2 希望成功 我計算完 一個星期 12小時 如果要達到 1,150小時 也差不多 兩年之內 就會完成 而他的考試 我看看 他考試 就是 他有兩次 現在都是 第一次大約7月 第二次是12月 應該是2020年12月 就應該考N2 我試一下 目標7月 可以不可以 大概年半 不夠年半的時間 7月可不可以考到一次 如果考到 就最好 如果不行 第二次機會就是 明年12月 考第二次機會 希望這個計劃就成功 為何我 在這個時候去學 我覺得現在 互聯網都很方便 有很多 在網上的 資料 學習的資料 教學的資料 都可以找到 Youtube 都很多人教 學人文 另外 我見Apps 都很棒 很多Apps 都令我 很有興趣 試一下 用Apps的幫助 看看可否 快速些 去學到 所以我接下來 都會繼續 update大家 看看有沒有資源 是 分享給大家 如果大家 有其他人 有興趣學人文 我都分享給大家 一起參考一下 還有 看看我的進度 我想這個project 都應該挺過人 叫做真人 真人 騷 不過 當然我不是很厲害 但是 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我覺得應該都挺有趣的 請留意我最新的update 今天就update 這麼多 這個最新的計劃 日本語能歷史 N2 攻陷N2 N1就難少少了 坦白說 N1要去到1700小時才行 應該要很密集 這樣學 要一個 要上班 日後有這麼多工作 還有其他有很多副業 在做 N2應該未必 我覺得 有機會都有 我會遲些update 大家的進度 有些什麼 新發現 或者我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都會和大家分享 大家請留意 今天講到這麼多 拜拜